的确呢 刚刚我们在体育资讯的时候呢 是特别关注到了创造历史的孙杨 而在昨晚结束的光州游泳式竞赛的 第一个游泳比赛决赛上 中国选手孙杨以3分42秒44夺冠 实现了四连冠 无可争议地成为男子400米私游泳的第一人 而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 却出现了一幕不和谐的插曲 在季军 意大利选手德帝战上领奖台后 银排得主 澳大利亚选手霍顿 却迟迟没有站上领奖台 任凭志愿者如何提醒也不愿登台 并拒绝与孙杨合影 霍顿有失丰度的表现 引来了观众席上的阵阵虚声 霍顿有点点没有礼貌 说得不服气 对啊 得地和孙杨站在领奖台上 霍顿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于自己的表现无话可说 对于霍顿的无理行为 孙杨却有话要说 赛后他在第一时间给出了回应 这个就是他们官用的小伎俩 想影响我在赛场上的发挥 想通过 我想这个来影响我 但是我最终的是需要我 我做好我自己该做的 但我今天想在这里说一下 我觉得不管是澳洲也好 任何可以对我有意见 可以对我们 但是我想在颁奖的时候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 是代表每一个人站在上面 是代表自己的国家 尽管你心中再有不愿意 你有千万不愿意 但是你必须要站上领奖台 因为你可以对我不尊重 你也可以对我不尊敬 但是你必须要对中国尊重 谢谢大家